社会学调查 女人死了男人很快的就会死亡 男人死了女的还可以活一段时间 什么道理 男人虽然看起来很硬 其实他们非常的脆弱 每天当晚咬的牙装的像金熊一样 其实回家常常腰折 连那个米白的哪里都找不到 结果太太一死 不得了了天崩地裂 他们就死了 男的一死女的心想说 这下终于解放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活得更好 每天开始去KTV场 结果男的退休金和他的三张队 变成他的假装 他就又开始活泼了 所以其实男的死了 女的很少腰子 女的死了男的就再见 后来就发现 太后死亡是最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常常讲人生有三大队 第一少年上父 第二中年上偶 第三晚年上子 对吧 所以你看 我们中国把中年上午叫做人生有三大悲哀之一 但是记住 人生还有另外三大悲哀 第一个叫做读一个没有兴趣的科系 第二个叫做一个没有兴趣的工作 第三个叫做嫁一个没有兴趣的男人 叫做人生三大悲哀 如果是男的就把他改成 娶一个没有兴趣的女 有人真不信这三大悲哀都碰到 坑系没兴趣 公教没成就 家里面那个看不下去 所以人生三大悲哀都碰到 还有另外的人生三大悲哀 第一叫睡不着 第二酒喝不醉 第三钱花不完 叫做三大悲哀 还好我都没有 第一个一睡就着了 酒一喝就醉了 钱一花就光了 你不要以为钱花不完是一个快乐 是痛苦的 你看那些所有花不完钱的都很痛苦 每天都在担保 为什么钱花不光呢 人家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一个人最愉快的时候 是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 我到现在都有种感觉 我那个银行的存款到一百万的时候 哇我非常的愉快 现在我的银行存款快接近一亿的时候 我其实告诉你 我没有当初那一百万那么痛快 钱多到最后就比较无所谓 你像王永庆呢 你像李嘉诚呢 你像比尔盖茨呢 这些伟大的人 其实你注意 他们到了最后已经不在乎钱了 对吧 他们是成就感 你问问那个戴尔的老板 那个Michael Dale 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电脑公司 人家说 怪怪 你们公司不得了了 成长力47% 一年能够赚这么多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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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赚钱 但是我每次一到外面 看到有人用我们的电脑 我就爽死了 所以 迈克戴尔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当大老板当到最后 只在乎成就感 其实钱根本不算数 因为他们不把这个钱看得不得了 离婚73分 是第二大压力 分居65分 扣押在监牢里面 63分 家里面有重大的亲人死亡 63分 自己重伤和生病 53分 结婚 50分 结婚 结婚什么也是压力 压力 你看很多女孩子 他们爱上一些男人 结果有五个 不知道如何是好 甲衣 每天晚上在那边排 我决定嫁个椅 每天早上就说 这个椅有缺点 把柄掉到前面 把甲摆到第二 把椅掉到第三 后天起来又开始感想 每天上脸非常的痛苦 最后 洗天早晚要印的 一旦印下去 就死了心 好歹 家机随机 家狗随狗 谁晓得那个死没良心 在家里会不会养我 但是一旦印上洗天 就什么都结束 所以男人跟女人 在结婚以前 那种压力其实很大的 因为男人也有压力 女人也有压力 结婚是喜事 其实是一个压力 因为不晓得以后 大家能不能够相处 被格子47分 被公司发药掉 跟原来的配偶 离婚以后又结婚 又有压力 45分 离婚是一个错 结婚是一个错误 离婚是一个觉悟 离婚后又结婚 是职位不务 所以这就表示 跟原来的配偶又结合 他又开始有压力了 退休45分 我爸爸今年80岁了 还在教书 其实他不缺钱 因为政府给他一笔 不错的退休金 我爸爸凭着他的年资 在经济部的工作还可以 他离开军中以后 进经济部 在国家照顾他 他跟我母亲 其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爸 还是在常常教书 为什么呢 他的同学都非常的衰老 有的都已经死去 我爸爸他们全班 现在只剩下三个 就是我讲的 每年计算 大家互相的约好 不要死去 所以他不能退休 他叫做退而不休 所以他常常工作 我一再告诉他说 爸 你能活动 还是尽量的活动 活动活动 活着就要动 所以他就不停的活动 所以他的身体健康 还可以 我的老丈人 现在躺在医院 我妹妹的公公 已经死了 我两个妹妹的公公 都死了 我自己的孕妇 又躺在医院 四个老人 就剩下我老爸 一天到晚戴个帽子 冲来冲去 像个小花抱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活动 所以他今天能够熬到八十岁 还可以健康地活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退休 没有真正的退休 这十大排名 叫做社会调整平价表 号称我们人类的十大压力 你说你会碰到哪一个 其实很容易碰到的 另外你会碰到痛苦 有个名词 叫做痛苦指数 满分是十分 最低是零分 中间有小数点 拿一个美工刀 把手伸出来 把他从中间割开 这样子九分 拿一个美工刀 把手伸出来 从中间割开 这样子九分 女人生小孩 九点七分